好 我们来看第10题这一边 它说这个Diagram F是Image of 那一个E under Transformation W 所以你在这一边你心里讲啊 如果我的这个E呢 它是平移的情况之下 它的形状也会是这样 OK 如果它是属于第一种Transformation的话 它这个是这样的形状吗 不是 OK 这个是Object 这个是Image 然后接着呢 如果它是反射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啊 如果它反射 我们在心里讲 它反射去下面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OK 然后如果它反射去 另外一边的情况之下 它是这样 OK 所以它的这一个 这个是反射去另外一边 OK 这个是左去右 OK 然后上去下呢 上去下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跟这一个都不像 OK 所以第二个的那个Reflection呢 它也不是 所以这个它也不是属于Reflection 所以这个也不是Reflection 然后最后我们在心里想 如果它是旋转的话 它原本是这一个 然后我们顺时转的话呢 我在这一边我顺时转 顺时转的话 它会变成这样的Battern 哎呀它顺时转的话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Rotate 90度 它会变成这样的Battern 跟这个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90度Clockwise 如果它逆时转的话呢 在这一边我们逆时转的话 它是这样 哎啊 跟这个一样耶 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一个呢 其实是90度 然后那个AntiClockwise so你就可能会问我了 哎老师我没有电脑这样来转哎 嗯 可是你有书啊 拿着你的书这样转啊 转转90度 转180度就看得出了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知道它是90度AntiClockwise 然后你加上Location这个字眼的话呢 这样你差不多全部都讲解决了 问题现在来的就是它的Central在哪里 Central的话呢 你需要给它名称 然后过后找两配的Perpendicular Bissector 90度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是两配的Perpendicular Bissector OK 垂直评分线 两配的Perpendicular Bissector是怎样的呢 你就心里想哈 来在这一边你看哈 假设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有这一个 我给它名字 OK 好 我给它名字在这一边 呃 等下 呃 这一边这样难度太高了 我 我是觉得 呃 直接在这一边先弄掉它先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给它这个是Object嘛 我给它这个是A 然后这边是B 然后 这个是C 这个是D 然后它的这个就会变成A' A' 比较短的这个是B 这个是B' 然后C'跟D' 这样 OK so我们有这一个东西的存在 Copy 然后我们来到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 呃 哎呀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图形图形图形 我要Paste OK 呃 我这一边刚刚的这个是Copy 然后我来到这一边的时候我要Paste OK 呃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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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我Copy了 然后我来到这边Paste 哦 Paste 哎呦 吓死我 呵呵呵 呃 嗯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要Paste 我要怎样 弄那一个东西我才能够Paste呢 这B 不是 OK 我在这一边我就有Move IfCopy 或是Keep Aspect Ratio 然后我这边Paste OK OK All 不要 我只是程序是Paste而已 不能哎 呃 嗯 嗯 没去 对啊 在这一边我跟他 这个Hive 下来 先 嗯 呃 我这一个 我就 就 好 来 我在这一边我Copy了 然后我去到这一个Joy and Joe这一边 OK Joy and Joe 然后 这个Software这一边 然后我就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Ctrl O 然后我就 呃 Delete down OK 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刚刚的这个是Copy了 然后我来这一边Paste啊可以了好 哦 哦 所以在这一边呢你拿A跟Aprime两Paste So你的圆规在这一边 你就插在A这一边 OK 然后你就 啊 插在A这一边 OK 你插在A这个点 然后你就 画 OK 你就画在这一边Draw 你就撇一撇 OK 你就在这边撇一撇 这样撇一撇 然后它的下面这一边也让它撇一撇 OK Rotip 这一边这样 来到这一边 下面这一边也撇一撇 OK Raw 撇 啊我直接这样画啦 可以了直接画大大个半年 好接着我再把它画去A'这一边 OK 然后我这一个同样的大小 这一边撇一撇 然后我的那个下面这一边也撇一撇 OK 好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这一个就是它的D Paid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有 呃 这一个 OK 嗯 就我把这一个点和这一个点跟它连接起来 OK 嗯 嗯 在这一边 嗯 我把这个点跟这个点连接起来 然后我再跟它 啊 那它它它要怎样才能够画一条直线呢 这一边它是Function Graph 不是 然后我在这边哦 就直线了 在这边 这个 这样 所以这一个是我的D Paid 的Perventicular Baseter A跟A'的Perventicular Baseter 好 接着我的第二派呢 我换另一个颜色吧 OK 呃我可能用 那个 蓝色吧 哎不要我用紫色了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拿另一派 我的另一派呢 我可能就用那个 呃 B跟B' 或者是我拿D跟D' 或者是拿C跟C' 好我拿B跟B' 好B跟B'的话呢 在这边我插在B 然后我这边Draw 就直接画一个半点了 ok 这样比较容易 等下比较容易 ok 然后过后呢 我再把我的这个插在我的B' 然后我在我的B'这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这边这样画 ok 这边 然后过后我再Rotate过来 这边 然后过后我再Draw它 这样 ok 好 所以接着呢 我就画 这个B'跟B' 交接的地方 连接起来 这边这两个交接起来 交接的地方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两个 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cycle 是在哪里 它是在这边 11 还是在01 好 它这边看到不大清楚 所以我们回来这一边 看 看回 ok 它是10 在这边 10 所以其实是10 刚刚的是在这边 10这边 是它的那一个 那个两派的perpendicular bicycle交接的地方 是这一点 你看 你看你B去这边 横2 直3 横3 直2 横1 直4 然后就横4 直1 然后横2 4 直2 4 横2 4 直2 哎 这边 横2 4 25 直4 对 所以这个是它的圆形 所以它的centre呢 是在那个1 多号0 所以它是90度 anticlockwise 然后rotation 90度 它应该是 它这边它应该 它少了一个字 它一定要加这个rotation 这个字眼的 ok 它 这个rotation describe 你一定要有rotation 这个字眼 度数是多少 然后瞬时还是逆时 centre在哪里 这四个东西都要接下去 所以它是90度 rotation 90度 anticlockwise rotation 它这边有rotation 我刚刚没有看到 ok centre10 所以就是这样